潘素斯在高空中像猴子般靈巧地在樹間移動 與素醫師合作修剪樹木 為了持續推動城市綠美化 就用市政府連續第二年舉辦景觀綠美化植栽修剪工作坊 邀請市民一起跟專家學習修剪植栽與樹木風險評估等知識 這邊有一些石蓮或者是不實鳥景等等的比較可愛的多多植物 那是適合放在一些室內或是辦公室桌上的小布 那這些東西我們張老師會跟我們介紹一些習性啦 那一些組合的重點比如說這個遠中徑中高低層的組合 那可以讓這個盆栽看起來更有層次感 那我們也特別請到了這個臨時所的吳副所長吳孟林副所長 那我們介紹何謂所謂的樹木風險評估 那因為這個東西在都市林都市中的樹木是非常重要的一環 那藉由這個正確的風險的評估的知識推崗鬼 各位民眾那我相信可以為這個整體都市的沒關係 這個安全意識有一個很顯著的提升 據統計金融市共有142座大小公園 主辦的金融市政府方面也期盼參與工作坊的民眾 未來能成為艾樹志工 一起維護城市的綠美化成果 那因為很多的觀念其實是是而非 那透過這樣的一個工作坊的一個做法 這個提升大家的知能 我的夢想是有機會這些都是未來我們公園維護的志工 然後這些志工未來我們就可以看到那個大家一起 然後我們每年有旨在工作坊 我們每年未來當我們中正公園 像希望之秋的整體的改善或還有以後的百幅公園等等的公園的改善之後 大家都是志工一起保護我們的樹保護我們的公園 記者張祺騰 金融報導